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未来的妻子 王董 这么好才来啊 姐 王董 怎么能这样呢 怎么能去另外一个女人呢 如果再婚的话 应该是你的 姐 姐 你怎么能忍啊 这个不像一个性格 我会忍吗 你看着 浩然 浩然 你今天穿得好帅啊 是吗 我平时在医院都穿白大褂 难道出来社交 也不知道该穿什么 我这张穿没有给你救人吧 哪有啊 我觉得这些男人当中 浩然你最帅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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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也好多啊 啊 二人 给我来 啊 这个方案如果实行的话 前景应该不错 还不错 对 对 我们均价大概是多少一瓶米呢 嗯 八人 你最近有没有想过了 你之前的六千一瓶米 我不知道 嗯 那么 有多想呢 可能 你的楼盘一开盘 就非一抢而空啊 好 金总 你先笑了 我们喝一杯就好 肯定很不错的 对啊 我相信你的实力 你得真算有 有点点 有点 秦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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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我来了 我没事 我没事 大家放心 放心啊 找好位置 大家好 这里是临时布置的场地 布州之处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很高兴今天能够请到各位嘉宾到场 来参加这个发布会 今天主要是想对一些网上发布的 关于我个人的传闻 做出一些回应 以正式听 我会马上离婚 并且 我会马上再结婚 我魄力在公开场合 发布我的个人信息 希望能够表达对我妻子的尊重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未来的妻子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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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着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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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安秀妍小姐 我来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安秀妍小姐 你身边的这位帅哥是谁 你们真的想知道 当然了 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在一起了 这个你们慢慢会了解的 今天呢我们还要休息 差不多了吧 秦总 你如此神速的再婚 和你们下一部电影有什么直接的 各位各位 今天我也要宣布一件喜事 是 这位 是我的未婚夫 黄小姐 你们认识多久了 可以透露一下吗 你们什么时候灵魂的 你们将往多长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 他叫姜浩然 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行灵魂医师 我们还是先怎么办 我接下来会召开发布会 公布日期的 公布人 我们不故随 老公 你不得熟 拍水 然后还有一天 我们不得熟 就是 一手 咱们 你不得熟 找回 你们比较 你还有什么事吗 那以后还有没有这么大场面的事情啊 暂时没有 有的话我会通知你 等我电话吧 再见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互相了解一下 你想不想知道我的血型啊 对不起 我不想知道你的任何情况 你什么态度啊 真的好没礼貌啊你 混蛋大色狼 你以为你是什么 这样子跟人家说话 混蛋大色狼 你到底想解释什么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秦总再见 这 需要派人送你吗 不需要 你需要我送你吗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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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糟了 糟了 谁偷了我的衣服啊 谁偷了我的衣服 敢偷我不敢认让你们 出来 谁偷了我的衣服啊 哎呀 我没有衣服怎么回去呢 你们真是的 真是的 怎么偷人衣服啊 有什么好痛的 真是的 那边才是回家的路 明天你要嫁给我啦 明天你要嫁给我啦 哎好人 这次啊你真是发达了 啊 我所有的梦 你小子真是钓成大鱼了 哈哈哈哈 哎 不过这话就说吧 明天你要嫁给我啦 还要发现你是个骗子 肯定和你离婚 明天你要 离婚 嗯 你是觉得我现在心情特别好 你非点破坏是不是 啊 那倒没有 反正要是 什么叫离婚啊 你让她离一个给我试试 那得看我肯不肯啊 你 现在时代不停了 女人需要什么 弱一眼男人 这样有安全的 男人太强了 随时可能被别人抢走的 你懂吗 那照你这么说 这个时代 吃软饭是流行啊 什么叫吃软饭 谁谁谁吃软饭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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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嘴巴太臭了 我 我 我这好人 我 避贼避贼避贼 看着 好好好 好人 那不是秀妍吗 停车 好好好 笨 秀妍 不是说好一起走的吗 你怎么先走了 你未婚夫 去找我的女人 过什么事 对 开车 秦松平 你是个自大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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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亲戚好点没有 好多了 好舒服 对了 你什么时候跟那个歌星勾得上了 什么叫狗打 我是她的救命恩人 这事 这事说来发长了 那你什么时候成了博士医生了 这叫包装 包装 你这是欺骗好不好 包装 怎么能叫欺骗出来 男人跟女人之间 你总是需要一点神秘感 一点虚化 对不对 你这个神秘感说白了 还不是欺骗啊 安秀妍我再说一遍 这不叫欺骗 这是包装 你说 人嘛 接触的时候 总是需要一点包装 当然跟人的关系慢慢深入的是 侍情而言 那可能 就不需要一遍 对不对 对了 你跟秦松平结婚的时候 你敢说 你就什么事情都没有瞒着她吗 她早就知道我是个服务员 兼职按摩师了 那她知道你有儿子和女儿的事吗 她还不知道 她又没有问 她没问就 这 这就是欺骗海里顺 这这包装 我们 哎呀 安秀妍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互相指责 我们应该各自努力 怎么努力 我跟方子一结婚 你跟秦松平结婚 一拍结合 两圈起舞 我觉得这两个人挺奇怪的 哎 方子一跟秦松平吗 对啊 秦